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雪岚老师 今天雪岚老师要给大家讲到的领域是什么呢 我们先猜一猜 我给几个关键字 青春有你 乘风破浪的姐姐 还有向往的生活 这就是街舞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对了 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一浪接着一浪 好像娱乐传媒行业从来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一样 粉丝经济连年增长到现在 好像离饱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趁热打铁 想要进入到传媒行业的同学们看过来咯 今天Chanel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澳洲八大推荐的传媒硕士 咱们走着 首先呢是全澳排名第一的悉尼大学 总共有三个专业是Chanel老师推荐给大家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Master of Media Practice 媒体实践硕士 然后是Master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数字传播与文化硕士 还有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硕士 其中媒体实践硕士与数字传播与文化硕士之间的差别就在于 同样都是做传媒 第一个呢媒体实践硕士会更加偏向于 新闻广播和媒体联络相关 数字传播和文化硕士会涉及到互联网媒体、文化传播、移动媒体、跨媒体创意和游戏等相关的领域 所以它的设设设计面会相对于更加往线上走了 文化研究硕士会涵盖到流行文化、性别、全球化、消费等多个组 所以它的研究会更加偏向于社会性 三个专业每年都会有二月和六月两个开学季可以选择 那么在学制上会有一年和一点五年制也是两个选择 这个中间在入学要求上来讲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如果是一年制的话 学校会考虑到第一 首先你是传媒本专业的学生 第二 你的本科学位是荣誉学位 第三 除了你是本专业的背景以外 你的军分号以外 同时你还有一年的工作经验 像这几个情况会被考虑只读一年的时间 学校会给一年的offer 那如果是一点五年制的话呢 在入学要求上 没有任何传媒背景的 依然可以选择去申请媒体实践这个专业 那如果是数字媒体和文化硕士 还有文化硕士 对于没有任何传媒相关背景的同学来说 军分只要达到了65%以上的话 三个专业也都是可以申请的 尤其是媒体实践硕士 那如果你的本科是人文社科类相关专业的话 数字传播与文化硕士 还有文化研究硕士 这两个也都是可以申请的哟 接下来咱们看看墨尔本大学 墨尔本大学 悬大老师有两个专业是推荐给大家的 Master of Global Media Communication 全球媒体传播硕士 还有一个就是 Master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营销传播硕士 这两个课程每年的开学季有二月份和七月份 学制上来讲是1.5年和两年两个选择 入学要求上来说1.5年制的话会需要是传播相关专业的同学们 并且平均分达到70% 那同样平均分达到70% 没有任何专业背景限制的同学们 可以选择的是两年学制的 其实墨尔还有一个专业 沈娜老师会推荐给本科在学音乐 美术电影 这种纯艺术相关类型的学生 那么是什么呢 Master of Arts and Cultural Management 艺术和文化管理硕士 这个课程给到同学们从事艺术和文化管理的工作 培养可转移的技能 可以编辑多种艺术形式 比如说舞蹈 电影 这个专业的开学季是在每年的3月和8月 总共呢是两年的时间 在入学要求上 学校会考核学生本科的专业 以及工作情况和工作经验去审核 最高可以减免到半年的学分哦 接下来的新奈威尔士大学也是两个专业 第一个专业是Master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公共关系和广告学硕士 还有一个是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新闻与传播硕士 在入学的时间上 新奈威尔士大学会有更广泛的选择 会有2月份 6月份和9月份 三个选择 在学制上呢 这两个专业也是分为1年制和1.7年制 那么如果在这个行业 比如说在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 有过工作经验的同学们去申请的话 会减免学分到只需要1年的时间就可以了哦 所学习的内容 广告学 当然均分的要求都是在65%以上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莫纳什大学 莫纳什大学呢 Shanel老师同样有2个专业是推荐的 第一个是Ma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tudies 传播和媒体研究硕士 第二个是Master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战略传播管理硕士 传播和媒体研究硕士 特别适合在通信和媒体行业 比如电子新闻 政策制定 公共关系或者旅游营销等等 学校有非常多的实习实践机会 比如说会在悉尼 墨尔本 上海 香港 纽约的媒体进行实地的实践考察 并且有机会在澳大利亚 或者是澳大利亚之外的地区去实习哦 战略传播硕士 对大数据应用 以及确定受众情绪等领域中的作用 进行深入的了解 成为受众研究与分析 倡导与说服 公共关系和危机传播等方面的专家 课程的开学时间 是在每年的2月份和7月份 课程的长度分为一年 1.5年和两年三个选择 那这三个选择对于入学要求上 确实也会有不一样的哟 如果本科是相关专业的同学们 可以申请一年制或者是1.5年制 学校会根据成绩以及工作经验去审核 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经验的同学们 可以申请两年制 对于平均分的要求 莫拿时比较宽容 平均分只需要达到60%即可 大家注意了 以上玄奈老师有讲到的平均分指的是澳洲本科的平均分 那如果对应到咱们国内中国的本科平均分的话 60%到65%之间的平均分 约等于我们国家70%到75%的要求 如果是70%的澳洲平均分相当于咱们国内的85%到90%之间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因为澳洲的学校对于咱们中国的学校依然会有985 211以及双飞学校的划分 不同的档次要求到的平均分也是不一样的 有意向要申请的同学可以私信谢那老师哦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昆士兰大学的传播硕士 NASTA of Communication 昆士兰大学是唯一一所在新型交流领域 为社会变革提供研究的澳洲大学 该领域讨论了可以利用沟通来改变个人组织和社区的态度 昆士兰大学的传播硕士每年也是有两个开学季 时间在2月份和8月份 在学制上也有1.5年和2年两个选择 就入学要求来说 本科是211的同学们 你们的均分要求是75分以上 本科如果是双飞院校的同学们 均分要求则是达到80分 那么1.5年制和2年制的区别就在于 1.5年制是适用于本科本来就是相关专业的同学们 比如说传播、公共关系等等 那如果本科是其他专业的同学 选择的就会去2年制的课程 大家都知道传媒是一个就业范围非常广的大专业 神奈老师介绍的这几个专业都倾向于以后往互联网媒体、新媒体方向发展的 当然除了完成学校的课程以外 大家也需要把时间花在实习上哦 把理论付诸于实践 如果有需要的话 神奈老师这边也会给同学们介绍相应的实习机会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务力教育的斯德特尼老师 我务力教育呢 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公司 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澳洲 还有就是进行来、香港的农学申请、签证代理 还有就是农民代理等这些业务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务力教育的阿玉老师 务力教育和留学申请、签证服务到后期的接近和住宿 都给您提供一个面接的服务 给您最好的留学体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务力教育的神奈老师 务力教育专注于在线上和线下 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 神奈老师在企业有着十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 以证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 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务力教育建立老师 务力教育虽然在网络也在眼前 给您最棒幸福 好 嗨 艾伟 我好喜欢 嗨 大家好 我是务力教育的 我是大高中大学的 大高中大学的 大高中大学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伟 现在艾伟所在的位置 是乌拉市大学 不连着上去的乌拉市高林 乌拉市区院 我为您申请山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曼车斯特大学 我为您申请山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 我为您申请决定管理硕士 我为您升UCL大学 我为您定阶级酒链 我为您写签证文书 我为您做签证培训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 我为您拥有这些 我为您做选课 我为您找到 于乌拉区 我为您拥有这些 优优独立大学